為了提供藝術文化 台南新華美學館 長官本給民眾看部署的所在 改行青年藝術家創作電欄舞台 在這次的電欄不一樣 一直看見的緯度作品 是意識藝術的実態創作精神來表達 歡迎請出的民眾來分享 支持青年藝術家 長宿藝術創作 台南新華美學館 幾月一年三年 公開真怕 提供舞台空間 讓青年藝術家發揮創意 得得創作 造中集市的進行也是一樣 那是以身體或者是行為 作為創作的一個主題 那我其實也是很期待 每次的展出我都是很期待的 因為都是不同於以往的 這種展出的一個內容跟風格 他們的創作的方法 主要是用身體用行為 大概跟時間有關的 這樣的藝術形態 那基本上這樣的藝術 在台灣是很冷門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特別要有一檔 這樣的展覽 是為了介紹關於 跟行為有關的這樣的一個藝術 以後的糟農 白書一件很大件的作品 這是藝術家李維姆 所創作的 幕頭的講話 台北觀眾向唱幕講話 在演出之前我們會設定成一個展覽的狀態 那展覽的時候參觀的小朋友或參觀觀眾 可以在這個樹洞裡面對他講話 那這樹洞裡面我們有藏了一個錄音機 在下一次展覽的白天的時候他可以過來 他也可以為他再講一些話 然後下一場的觀眾就可以聽到他說的 為這個樹說的他的心願 所以整個過程就希望不斷的傳遞 也去了解別人對這個環境來想像 那你對這個環境有什麼想像 這是一個比較沉浸式的 讓他可以跟空間來往的一個方式 這樹的燈籃為驚烈到11月19號 在台南生活美學館前出 想要了解青年藝術家 有不同的創作藝術定現 可以到現場看看 記者送迎合同學哭菜鳳報道